火山喷发,人类把小岛上的一部分恐龙转移走 剩下的一部分只能留在岛上等死 侥幸存活的恐龙却被人类带到文明社会 与人类共存 霸王龙还来到动物园里跟狮子比凶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与恐龙有关的影片 侏罗纪世纪2 小美以前就只于一间超大的恐龙乐园 但一场灾难,让恐龙乐园不复存在 创始人与员工们纷纷离开了这个地方 只有当初被创造出来的恐龙还留在这座岛屿独自生存 其实,没有了人类的掣肘 恐龙在这座荒废的岛屿上生活得很愉快 可人类的欲望一向是无穷无尽的 荒岛上的恐龙犹如闪闪发光的财宝 它们又怎么可能放过 正好这时,荒岛上的一座火山即将喷发 恐龙如果不被转移,那么就会全部死亡 恐龙协会的人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援助 小美也在为这件事四处奔走 但结果却不太惊人意 就在小美等人一筹莫展之时 因为超有钱的公爵找到了他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想要合作的意愿 与公爵见面后 小美十分高兴 只是公爵年事已高 他只能派自己身边的人配合小美展开救援工作 就这样 小美与公爵身边的人虚伟哥开始沟通营救恐龙的方案 虚伟哥表示 小美拥有荒废的恐龙乐园的密码权限 所以营救行动 他一定要参与 另外 还有一个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 一直与小美纠缠不清 剪不断理还乱的恐龙训兽师欧文 为了拯救恐龙 小美不得已又找到了许久不见的欧文 但现在的欧文已经远离恐龙世界已久 他实在不想再参与这些争斗 不过面对老情人 再想一想自己一直驯服着的小恐龙 欧文还是有些动摇的 想着小美说的那些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话 欧文还是顺从了内心 第二是 欧文轻装上阵 与小美及其他同事们 一同前往了荒废的岛屿 到了岛上 欧文一行人与续伟哥派来的人 成功会合 故地重游 他们看到了被破坏不堪的建筑 还有随意穿梭在建筑中的石草系空龙 一瞬间百感齐发 小美和欧文都觉得自己此行是对的 收起乱七八糟的情绪 小美和欧文开始了救援工作 他们兵分两路 小美带着一位会技术的前员工 来到了总控之室 恐龙协会的医生 与欧文一同前往了森林深处 同行的还有 全副武装的虚伟哥的手下 浩浩荡荡的一行人 坦坦特特地前行着 走到森林深处时 欧文碰到了自己以前 一直驯服着的 有着深厚感情的迅猛龙小兰 小兰与其他恐龙不同 她有着十分聪明的大脑 还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 她一直与欧文相处得十分愉快 在之前发生过的恐龙暴乱事件中 也是小兰及时地帮助了欧文 让她有幸逃过一劫 对欧文来说 小兰就像她的朋友 她实在不愿看小兰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显然 小兰也没忘记欧文 两人默契地沟通着 眼见着就能达成共识 这是虚伪哥派来的人赶了过来 为了能够尽快地完成任务 会去领钱 虚伪哥的手下二话不说 就向小兰开枪 将带有迷药的针管 扎入了小兰体内 小兰被惊扰 极力地反抗着 挣扎过程中 她不幸被打伤 欧文本想阻止 但奈何战斗能力十分有限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兰受伤 倒下 而她自己也被注射了麻醉剂 倒地不起 此时 岛上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火山已经按捺不住 开始喷发了 炙热的岩浆 顺着山上缓缓流了下来 所到之处 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眼见着岩浆 就要流到欧文的身上 麻醉剂的药效 终于过去了大半 她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后就看到了 如同地狱一般的岛屿 欧文赶紧跑步 前往总控制室外 寻找小美等人 另一面 小美在总控制室 也遇到了大麻烦 不知为何 总控制室的开关 突然全部失灵 大门打不开 他们逃不出去 另一面的一扇门 还有恐龙正在缓缓地走过来 炙热的岩浆 正在侵蚀着房子 虎视眈眈的恐龙 正想着怎么吃掉他们 千军一发之际 小美看到了一个出口 她与同行员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逃了出来 此时 欧文也赶了过来 他们与成军结队的恐龙一起 逃避着岩浆的追捕 最后落入海中 总算解婚一命 上岸之后 欧文几人发现 徐伟哥的手下 正将许多恐龙骂醉 然后装上了船只 食物类的恐龙 还被残忍地拔去了獠牙 这真的是要救援恐龙吗 此时 欧文与小美已经发现了 事情有些不对 但岩浆正一点一点 向他们袭来 为了活命 几人必须立即登船 他们伪装成虚伪哥的人 在最后一刻成功上船 而身后的岛屿 已经浓烟滚滚 没来得及上船的恐龙 只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不留一丝痕迹 来不及伤心 几人赶紧整理好心情 在船只终于靠岸之时 他们也找到了同行的医护人员 此时 她正在照顾受了伤的小兰 看着小兰不断流血的身体 欧文感觉十分心痛 医护人员告诉欧文 小兰必须立即手术 将子弹取出来 但做手术的同时 又必须对小兰进行输血 否则 她将会有很大的危险 听完医护人员的话 欧文决定与小美一起 去找一只 与性魔龙有相似基因的恐龙 然后向她借一袋血 说干就干 兜兜转转 两人成功找到这只恐龙 但一看 这居然是一只霸王龙 这些人完全是疯掉了 霸王龙也敢抓来 不过当下之急 还是要取血才行 两人在麻醉的霸王龙身上 终于取到了血 小兰因为即使取出了子弹 也终于脱离了危险 第二日 虚伟哥派来的人 开着车带着恐龙 浩浩荡荡的往一座庄园开去 通过窗外的风景 小美认出这就是公爵住的地方 难道公爵是一切事件背后的主谋 两人带着好奇的心 想一同前往一探究竟 也顺便寻找机会 将无辜的恐龙救出 然而事已愿违 刚刚踏入庄园 两人就被认出 然后被抓住 关进了地牢 其实 这件事真不是公爵所为 想要抓住恐龙 必利用恐龙挣一笔大钱的是虚伟哥 为了达成目的 他甚至残害了公爵 虚伟哥向富豪们发出了邀请 准备公开拍卖恐龙 许多人受此诱惑 来到了庄园内 拍卖会有条不紊的进行者 许多恐龙已经拍卖成功 虚伟哥账户内的钱不断增加 很快 重头戏来了 他们利用小兰的基因 制造出来的超凶残恐龙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只超凶残恐龙 不仅行动迅速 还拥有着超高的智商 哪怕是在复杂的环境中 也能靠着指引精准铺下目标 可谓恐龙中的战斗路 富豪们争先魂后的抽甲 都想得到这个宝贝 此时 欧文和小美已经逃了出来 他们在旁听到了一切 内心无比惊恐 如果这只恐龙被买走 那么后果将不开设想 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想到这儿 欧文又偷偷跑回了地牢 他引过来了一只铁头恐龙 让这只恐龙在拍卖会现场 制造了混乱 拍卖会被迫停止 人们四散而逃 超凶残恐龙也逃了出来 欧文几人与其展开了 你追我逃的游戏 几番争斗过后 几人被逼到了一间玻璃房的屋顶 超凶残恐龙一点一点逼近 小美本想设计 让他掉落至屋内 但这只凶残恐龙实在太聪明了 眼见着就要掉落下去 他又抓住边缘爬了上来 欧文几人命悬一泄 就在这时 小兰突然冲了过来 他又一次救了欧文几人 危机终于解除 夜行人匆匆来到空之室 发现恐龙们所在的地方 已经氧气不多 如果不将大门打开 那么室内的恐龙将会全部死亡 可如果将大门打开 恐龙跑出去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谁也不知道 小美做不了这个决定 由于之间 公爵的孙女替他按下了按钮 小女孩无法看着恐龙命丧于此 他将大门彻底打开 恐龙终于得救 而徐伟哥也终于得到了 他应有的惩罚 命丧于恐龙的脚下 庄园终于又一次恢复了瓶颈 但恐龙全部都跑了出去 是不是也意味着 新的危机将要来临呢 谁也无法判定 小女孩放走恐龙的决定 是对还是错 但唯一能够肯定的 便是妄图利用恐龙挣钱 失去了人性的徐伟哥 一定是错的 善恶终有报 为了钱财泯灭人性 最终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五点个关注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